原來公式的話 你可以再按Ctrl鍵 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拖拉 它就是複製工作表 複製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然後把這個做出來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如果說我今天是 利用一樣的公式 那只是說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是我的上面 會有那個1到9 左邊有1到9 那我放的位置本來在這邊 可是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公式 其實你可以用剛剛的 其實觀念都跟剛剛是一樣的 差別是說我要把這邊的参照 這reference就是参照 那参照的話呢 它現在是参照到 預設的位置是B2 但是我要参照的 其實不是B2 我要参照的是A1 有沒有 從這個A1 然後Rows也是参照到A1 所以你點它一下 有不要放這個中間 告訴它說這裡面我要放A1 所以都是A1 所以它的位置是相對的啦 反正它雖然它在這裡 但是它將來呢 回來的東西是参照這個 在第幾欄 丟到這邊來 所以一定是第一欄 OK然後打勾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向下 向右 有沒有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好 蠻好用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將來如果說 你不是鎖定的話 你用color跟raw 一樣可以做得出結果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是不寫程式的 這是用內建的一個函數 幫我解決這個 類似99成法表的這個問題 那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寫一個VBA程式的話 這個要動動腦筋啦 不過我發現寫程式對大家來說 應該是比較困難的啦 但是我覺得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吧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同學 剛開始來學的時候 其實有些好像跟各位一樣 就是很卡很久 還是不知道怎麼寫 可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可以自己寫出他要的東西 而且就上台報告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這邊時間比較短 沒辦法demo 沒辦法上台報告啦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你學一個 一期結束 你要上來demo一個東西嘛 實際上你就是在工作上面 有沒有什麼成效 要上來就是秀一個東西 然後發現有些同學 學得比較久一點 他們的第一個自信心 感覺就比較不一樣 剛開始一定是比較 好像手足不錯 可是等到他會用這些技巧 在工作上面 感覺到說他非常有自信 而且他覺得他跟別人比起來 他是感覺他應該比較 感覺在工作上更能夠掌握 就是說那個狀況 好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是這個column 然後呢你就參照的位置 改成A1 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我們把它怎麼樣 改成VBA 那這個你把它切過來之後 上面好像本來沒有1到9 你就自己再把它加個1到9 當然如果你要放個顏色啦 或者是加個底色啦 反正這個都ok的 這個顏色要不要加就隨各位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好像看起來不好看 你可以自己再填個底色 加個顏色 然後加個框線 都可以啦 反正這個地方只是我們要表現 那表現的方法的話 我希望可以用那個 這邊可以幫我按個按鈕 那也有兩個按鈕好了 一個是90碼錶 一個是把它清除掉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前面也做蠻多的 所以我大概用比較快的方法 大概跟各位再簡單的複習一下 第一個 如果你要寫一個按鈕出來 那最好這個東西 當然是每天你都在用的 那你可以從開發留言裡面 去把那個Visual Basic 第一個先開發留言叫出來 第二個把Visual Basic叫出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你要在什麼 在模組裡面 模組裡面幫我寫一點東西 那寫哪些東西 你可以用推理的啦 因為我覺得 對各位來說 這個當然是比較陌生的 不過我講過你 大概可以類似像套個公式 而且是直覺的 那Visual Basic你可以把它扶在上面 針對你要的相關的東西 你可以用一邊看一邊寫 那就可以把你要的結果給寫出來 那其實你寫完之後呢 那VBA他就乖乖的 幫你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情 其實感覺上 你就變他的主人了 他就很乖的 你反正按下去 他就會照你的方式 但是你要下的命令 是要下